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自由泳滑手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跟我说在游自由泳的时候 感觉这个手臂游起来非常的累 然后呢每次游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别尖 就是手臂总是感觉拿不出来 记住了如果说你的自由泳游起来 感觉每次推水拿不出水面 非常的别尖 这时候很有可能就你的身体没有转动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身体是平的时候 你看我这时候手也想拿起来对不对 这时候就别尖 感觉你的推水也推不完 非常难拿起来 所以说在游自由泳的时候 我们身体一定要转动 但是呢这个转动呢 我经常在给大家讲 这个转动啊不是说你要主动去转 想这个肩膀要转多少度对不对 我们身体的转动 它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感觉 怎么样去做被动 你想象你的头上有一个苹果 你要去摘 你又够不到 这时候你就垫脚肩 垫脚肩的时候对不对 你身体自然而然就转了对吧 其实很简单 那这里可能有朋友要讲 这我还需要你教吗 对不对 身体又转动谁不会 但是呢很多朋友在岸上能够做出来 水下又做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水中的时候你的水性差 你的身体的平衡性不好 做不出来 这时候呢我们通过两个小方法帮助你去纠正掉你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找到一个浮板做一个单手滑手的一个练习 当有浮板之后啊你的身体有一定的支撑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大胆的去做啊 拿浮板这只手向前尽量向前去伸另外这手很简单很轻松的看来推水的时候就能够把你的手能够去推出水面了这个练习还可以大大去提高你自由用滑手的一个技术 第二个方法就是改掉你的自由泳的高走 我发现大多数的朋友一来就去学习高走 学习高走导致了你什么 你的手臂提前弯 提前弯的时候造导致了你推水也推不完 你就这样 有没有 很多朋友就是这样的 哎 手臂是这样 从水里面直接这样拿起来 拿过来 高走是要干嘛 推完水之后 看到没 放松 哎 放松一臂拿过来 抱水推水 放松拿过来 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 你就去用直臂好吧 你推完之后 甩过来 推完之后 哎 甩过来 就完事了 非常的简单 当你的身体整个流线性油起来比较好 水感也比较好了 你再去练习你的高走一臂 也不迟啊 对不对 看到这里的功劳关 别忘了 点个掌 东西